大家好,我叫徐秀玉 今天我来报告的题目就是《吴子天》 大家知道她是谁吗? 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代称子天孙圣皇后或是午后 那接下来我说一下她的背景故事 她14岁就入宫了 649年唐太宗嫁崩 我差人一堂后宫智利,入桿叶,四弟替发出家 651年,27岁的吴氏还俗,再度入宫 入宫前,吴氏已经怀孕了 入宫后,生下儿子李红 7年5月,被拜为二品赵仪 《吴子天》也建立了自己的朝代 就是叫做周朝 然后她算是很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 周年82岁 她怎么巩固自己的位置呢? 她等女儿死亡之后 就指控皇后是罪魁祸首 然后她再起诉了王皇后和肖淑妃 使用魔法想推翻皇帝的位置 最后她说服了皇帝 把他们下狱,虐待而出使了王皇后和肖淑妃 然后自己当上皇后 她也做了很多很坏的事情 比如说甩掉皇太子李宗 把太子为让给自己的儿子李红 高中换上皇后 高中换上皇帝执政 后头晕目眩 不能处理国家大事 所以命皇后五世代理朝政 不到一年 因为觉得李红没有用 无法被控制 就把她的地位强夺了 让给自己的第四个儿子唐瑞宗 属于那些坏事情 她也对股出了一些贡献 她有削减军事的费用 削减兽 业绩好的公园 获得体薪 还有退休的福利 再加上农业领域有不小的发展 她最大的错误就是 娶她的儿子与她个性一样 残忍和野性薄火的一个情妇 最后她被自己的儿子推翻了 好的 大家我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